其實我覺得減重呢 就是 真的嗎 真的 因為其實我們人 它是有自... 就是自然就是會有燃燒熱量的那個 應該是說我們有 攝食產熱的一個機制 那其實在冬天 我們人體為了要保暖 其實它會燃燒更多的熱量 對 但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就是維持 我們原本的飲食狀態 或甚至是比你原本 還要再少個300卡就好了 你不用多 那其實你在燃燒熱量 又是比夏天在減重的時候 就是更好 所以這時候去調控 我們的體重真的是 反而比夏天還要來得簡單 原來如此 那控燃煮切的話 它是適合哪些族群 因為其實像這個就是 第一個就是大家就是會 就是可能你是失戀 或者是 你有看到我背上有劍嗎 還有一直在過 那個結婚週年紀念的 然後再接下來要過的那個 聖誕節要過 然後又跨年了 後完蛋了 現在又過年 我今天是來錄影 第一件事情就 聖誕節來這邊還有兩盒 太好了 太好了 很尷尬 對 就是你有很多聚餐聚會的人 就是包含現在有 連續的節日這種很多大餐 這一類的人就是很適合 然後再來就是你 沒有習慣運動的人 對 那這樣就是一個被動式的 就是輔助的方法 然後還有就是 代謝不好的人 對 或者是你是 經常久坐的人 對 所以其實這一類人都很適合 就是控燃煮煎 感覺海苔熊有重的感覺 對 因為他都坐車 對 所以我們再回歸到 就是今天的主題 就是說 在失戀的時候 你看有時候是選擇 大吃大喝 可能身材會走樣 可是有些人失戀 他很喜歡今天的氣鬼神 但倒楣的是誰 旁邊的朋友 對 所以心理學是不是也會遇到 這樣子的案例 就是我有一個心理系的朋友 然後我就太晚認識重月了 因為我就是當時遇到他的時候 他就是 然後後來他沒有胖 但我胖了十公斤 我胖 怎麼是你失戀 你沒失戀也胖十公斤 你剛剛被認識嗎 我是陪吃的那個角色 就滿衰的 但其實 其實他做這件事情是有道理的 就是說失戀吃火鍋這件事情 不會讓你變得比較愉快 但吃麻辣鍋 會有一個壓住那個痛的效果 什麼意思啊 夠辣夠香 對 夠辣 你要是吃到夠辣才行 就是大家可以找一下 你在你的耳朵尖尖的這個地方 上方 然後從這邊往中 你想像有一個那個牙籤 從那邊穿過去 很痛喔 穿過去的那個地方 那個位子呢 就是主管我們痛覺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就在大腦正中間 那這個位子呢 他通常是 不論是你傷心的事情 難過的事情 或是真的感覺到痛的事情 都是那個地方在運作 那那個做實驗的人 他也滿賤的 我覺得這些心理學家 真的滿厲害 用這種方法 就是他讓已經失戀的人 二十個人 大概十男十女左右 然後來 就是左手幫他們通那個通電 那這個通電 會讓你有熱熱的感覺 然後去測你大腦的一些活動 那同時就是前面 另外一組就 他們做完這個實驗之後 就請他們看那個 他們前任的照片 對 就是顯示在那個 我們有一個機器 叫做核磁共振機上面 然後它不只叫你看 還要你想 就是想你跟前任 曾經發生過的事 有沒有覺得很奸詐 對 好狠喔 很狠耶 很精通 就是被燙的感覺 那個被熱燙的感覺 跟那個就是分手之後 然後你想 那個前任的感覺 哪個比較嚴重 當然還是被燙比較痛 對啊 但是那個痛的位置 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 可以透過就是 讓你痛一個地方超痛 比方說你現在肚子超痛 你就會忘記你牙痛 像這樣 對 希望可以這樣 分散注意力 對 所以他就說 那我們來做 分散注意力之餘吧 然後後來 後來還知道為什麼是火鍋 因為跟他分開這個前任 他是開火鍋店 他是火鍋店的小開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跟你講 我一定要讓他知道 就算沒有他 我可以吃遍全台的火鍋 當然啦 對 有這麼多 這個跟他什麼事 對啊 而且他每個地方要打卡 他的報復手段好弱喔 我覺得滿弱的喔 但是他那個作用滿強的 在我身上的原因是因為 跟你胖十公斤 不是 因為我們每次去 他都吃麻辣鍋嘛 但是去吃麻辣鍋的時候 我大概有一半的時間 都在廁所 因為他就吃那個超級超級辣 辣到你會覺得 肚子很痛的那種辣 然後他就說 我就要痛到心肺裡面 那如果你是真的是 分開了一段時間 然後你覺得很難過 然後你不想要透過這種 傷害自己的方式 就讓自己肚痛的方式 有什麼方法呢 那我2019收給資料 然後問大家說 哪些分手方法對你來講用 可以走出失戀 大概有兩三個是很多人用的 就是大估計上很多人用 找朋友陪也很多人用 那我提供兩個比較少人用的 第一個就是 遺物 遺物在你身邊的遺物 然後另外一個是去旅行 你可以自己一個人旅行 如果你沒有安全之餘的話 那這兩個方法是有效的 你們有人有用過 有 有 我就有用過旅行這個 因為就是之前有一次失戀 然後也是抓包男朋友偷吃 然後那時候就好難過 覺得就是真的生無可戀的 然後那時候我朋友就 剛好有一個朋友就說 他說我最近想要去澳門玩 不然你陪我一起去好不好 然後想說可以喔 我沒有去過澳門 然後想說好 那我就出國好了 然後我就出去旅遊這樣子 然後就到那邊 以後這邊很多賭場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就是失戀行小差 我要來花錢 那我就要去賭場 我就想說我要去賭場賭錢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也沒有想說會贏或什麼 因為就只是心情不好 想說我想花點錢這樣子 花錢消災的概念 然後我就隨便進去 換了一些籌碼 然後隨便坐下 坐在一個桌子前面 玩那個二十一點 我根本不會玩 那時候完全不會 然後我就坐下 然後就隨便隨便 然後一直過... 然後我就這樣子 坐了幾個小時以後 就發現說 有點奇怪耶 我的籌碼 怎麼有點裝不下 那時候還出來了 妳怎麼會這樣呢 那下次失戀打給我 我想說我剛剛換了 大概一萬塊而已 原本想說就先輸個一萬 就這樣子了 而且一數 真的是那個 情場之一多可不可以 然後我當時要看那些錢 我就想說我在幹嘛 我現在有這些錢 我還失戀什麼啊 我要立刻去買東西 然後我就立刻去買了很多 我想說沒關係 我現在剛失戀 我就去買很多性感睡衣 我現在準備好 準備好要交下一任這樣 這樣很好啊 很正面耶 對啊 所以我跟你講出國真的可以 就是失戀就是出國 你確定你的重點是在贏錢吧 最重要是贏錢 哪是出國啊 你如果旅行不像贏錢 你去打箱桌 或是Poker桌上也可以賺到啊 都可以這樣子 的確啊 很多人在失戀的時候 選擇去旅行 然後就會在旅行當中 又卸購了下一段 真的啊 所以這個方法其實滿好 讓自己可以去放鬆一下 換個環境 其實換個環境 換個心情很重要 我想問一下哪一些食物 就容易造成這個糖化的反應呢 上面有寫 燒烤油大杯啤酒 你在麻將我們有發營養師 就OK 我們想要再吃飯 我們要再次確認好嗎 我們剛剛開錄等你就算了 現在還不讓我的來賓講話 我要跟他們請營養師吧 對 救救我們 我先講食物裡面 你要怎麼判斷這個食物 容易讓你產生所謂的 剛剛糖化這個體質 第一個就是說 它要具備所謂的糖 那剛剛主持人問過說 到底這個糖是 我們一般講的金字糖還是澱粉 其實這兩個都包在裡面 都是 對 包括一些 你覺得是澱粉類的東西 然後碰上有蛋白質的 或者是油質的 它只要這三個加起來之後呢 具備有三個條件 一個叫做 然後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就是水分少 對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呢 它就是會做出所謂的 有糖化的東西 比如說 大家很愛的 烤牛排 對 因為烤牛排呢 事實上呢 第一個它就是牛排 它是屬於高蛋白質的 高油脂的 然後高溫的 另外它水分會變少 所以像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就結合了剛剛所有的條件 然後有另外一個食物 我想那個什麼燒烤 那牛排如果拿來煎的話可以嗎 那個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煎的可以嗎 就是你煎炸 跟所謂的這個 就是高溫的去做的話 其實都是會產生的 所以算水煮了 水煮的呢 所以它是水煮 就是水煮牛肉啊 對 水煮其實因為它有水分比較多 相對它的風險就會降低 對 所以水分多 它風險就低 然後另外還有講到一個 因為剛剛其實 洪醫師提到的那個 所謂什麼油炸燒烤 那個大家都知道 我講了一個 就是國人很愛吃的烤鴨的 烤鴨皮 對 真的好好吃喔 因為烤鴨皮它 因為你吃烤鴨皮是不是甜甜的 所以它一定有抹那個醬 是有糖的 對 然後烤鴨皮裡面又有蛋白質 又有脂肪 然後它又經過高溫去烤 對不對 然後是必須得要水分很少的 因為烤鴨皮脆脆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講的 就是容易造成糖化的高風險 甚至於在零食裡面的洋芋片 它也是屬於 就是我們剛剛會講 造成糖化的作用 所以你必須得要避開這些 所以你烹煮方式 你必須得水分多一點 溫度低一點 然後時間不要太久 這樣就會避開這個所謂的風險 大家可能會想說 糖化的體質最嚴重 不過就是剛剛心肌梗塞 那已經很可怕了 中間奪命了 可是如果你想起 喜歡吃像這種 比如說以珍奶配雞排 這種搭配 又有糖又有油這種搭配 風險就很高 我印象中 我之前才採訪一個女生 她呢 五十出頭 五十出頭 她一開始是覺得說 自己好像很容易便祕 後來到最後最嚴重的時候 她發現 她連續五天都沒有辦法上廁所 那五天的時候 她就覺得有點難過 就去找醫生 醫生就說 那我幫妳開那種軟便劑 管瀉劑 她就發現 她是變成有藥才能排便 沒有藥排不了便 而且最後她甚至覺得 怎麼肚子也越來越大 是因為大便堆在裡面嗎 可是好像也大得太離譜了 她就再去看醫生說 我現在就是只要有吃藥才能便 然後不吃藥幾乎完全不能解便 然後肚子好像越來越大 結果一檢查就說 哇嘞 妳肚子裡面不是大便 妳肚子裡面有水耶 而且妳這是腹水 那妳得看 再去做檢查 後來在精密檢查之後就發現 她其實大腸癌 而且她已經很晚期了 然後她就 醫生就問說 奇怪 妳還滿年輕的 妳有特別的家族史嗎 或其他 後來歸咎 但是她只有一個特別的習慣 她說她幾乎不喝水 她只喜歡用飲料代替水 而且她的飲料一定要是 因為她覺得讓她有滿足感 因為她生活覺得壓力很大 所以她就很喜歡就是 只要要喝水的時候 她就是這種含糖的珍奶系列 而且她如果覺得有點餓 她就會搭配雞排或者鹽酥雞 她這樣吃下來就發現 五十多歲 然後大腸癌已經好大腸 蘇菁點 妳是不是會算命是不是 她剛剛講的食物 對 現在整個店都在說 我們剛剛就這樣吃了 是 但是還好是 我們還有喝很多水 而且我們都會一直上廁所 而且如果 因為他們就發現 比如說像有一些 糖尿病的患者 他們其實罹患癌症的風險 真的比別人高 所以你不要覺得 身體這種糖化的反應 只有在血管 其他的組織也會受影響 那急性的呢 之前最離譜是有一個人 他說他左邊眼睛很腫 痛痛的 去給醫生看 醫生一看就說 這個視力已經低到只剩0.1 怎麼會這麼慘 這也跟桃花也反應有關係 對 整個眼睛裡面 都已經混濁了 然後想說發生什麼事 後來發現他的眼淚炎 就眼淚的感染 但是感染源來自哪裡呢 然後就一問他說 他幾天前覺得牙齒很痛 好像一直沒好 原來這人就很愛吃糖 他有很嚴重的蛀牙 但他都沒去看病 那這些蛀牙相關的細菌 就一路往上跑 跑到他眼睛 好噁喔 蛀牙還會到眼睛要瞎掉 好誇張喔 那這樣子大家還敢這樣吃嗎 怎麼辦 可是美式當情 我忍不住怎麼辦 但我只是覺得 因為這種他們年輕你知道 他們一定有一些 可以加倍奉還的方法 對不對 怎麼可能這樣吃 每個人身材都這麼好 不是 我剛剛聽完 我真的很害怕 因為剛剛肅清姐說 就是一天吃那個緩泄劑 我以前小時候就是 有每天吃 才可以排便的日子 而且那時候我最誇張 就是沒有吃就不排便 我就會到吃到八顆 因為會一直習慣 太多了 真的 我剛剛聽到我 因為會越來越習慣 你會有抗藥性啊 所以身體會吃一顆 沒有下面吃兩個 我聽妳是太年輕了 所以不知道藥 不能這樣亂吃 真的 然後我以前吃到八顆才可以 後來我就有改變我習慣 但是我以前生活 真的是很誇張 是那個時候太喜歡吃甜的 我小時候爸爸媽媽常常在工作 然後我們都是直接 白飯配著糖加水 糖泡飯這樣吃 然後吃 誰會這樣吃 真的 很多客家人都會這樣吃 超好吃 台南人 那麼喜歡吃糖 也沒有拿糖水加飯吧 真的 它做一做變成 就變糖泡飯 變成麻糬吧 不是 它就變糖泡飯 然後這樣吃 那要打 那要加倍奉獲 沒有 我們是可以直接吃 不過甜糯米真的很好吃 真的 而且我小時候 是可以一次吃七碗 然後導致於我 真的 我的習慣變得很 就是妳這樣看 不是 而且我覺得 我被我爸媽影響得很大 我大學的時候超級無敵誇張 就是那時候我去喝飲料 然後喝 有很多人都說半糖就很甜 但是我喝到全糖 我覺得沒有味道 還不夠甜 所以我都會說 可不可以幫我加糖 然後大家看著我說 妳要加糖 我說對啊 然後那時候 除了這個之外 我也愛吃蛋糕 我可以一次吃八吋的蛋糕 一個人吃完 妳的食量 所以造就了妳那小豬的外號 對 我以前就胖得很離譜 因為代謝很差 然後那時候就吃黃蟹劑 然後讓身體變得很糟糕 所以 然後可是因為那時候 就是明明才二十出頭 但看起來像三十歲 然後皮膚也很差 老實於都沒辦法就上妝 有時候皮膚就是醫生都說 怎麼會這樣 這麼年輕 然後那時候我就去抽血做檢查 他們就說妳要小心 因為妳 我是因為聽到了說 已經到臨界線了以後 我就開始告訴自己要運動 然後要喝水 然後讓自己就是 就是不要 不要這麼誇張 但是像他們剛剛說 那個一二三 就是配燒烤配啤酒那一些 我其實是有做一點改變 那個時候我就是想說 如果我晚上會吃炸雞配啤酒的話 不然我就主餐的飯吃多一點 這樣的話我可以撐久一點 到晚餐就不會那麼餓 然後但是後來我餓的時候 我就會弄水煮的肉 但還是配啤酒 可是我覺得這樣這個感覺 少很好一點 譬如是熱量少很多很多 沒有 最熱感有少很多啦 少不太多 對 我們剛才要特別提醒 那種便祕的狀況 尤其血糖高 因為血糖不是只有血管會病變 就像素欣姐所說的 其實 我們就遇過其實 長期就會一直便祕的 其實最後驗起來是糖尿病 那種長期糖尿病 那種糖化最終產物攻擊的神經 就導致了它長期便祕 它自己調控腸子的功能 都變得很差了 所以就會變便祕 那還有遇過那種 整天就像胚爪一樣 整天那麼痛 那麼痛的狀況 因為神經病變太嚴重 它完全睡不著 問阿嬤說你幾分痛 痛到什麼誇張 最痛十分 不痛零分 阿嬤就直接三字經一罵說 十一分了 好吧 通告報表 你還在問 阿嬤不好意思 還快一點喔 他就叫我趕快處理它 阿嬤就很生氣 還看我在那邊一直做病例 然後他就說快點處理 我聽到它倒不住 所以這種糖尿病 如果不處理好 神經也會跟著病變 所以腸子的調節 或者是我們自己身體 都會痛感 麻感都會跑出來 伊莉 我想請問一下 那如果說像我們補充 維他命C 或是B群的話 有幫助嗎 理論上是有幫助 不過這叫 就是說你原本你可能缺乏 比如說你可能剛剛提到 那個喝啤酒 喝啤酒本來就會 滴水滴飲料 本來就會把B群流失 那你只是把它補回來 你原來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 你應該是要戒掉你的啤酒 就是連啤酒都要戒掉 這是最難的 可是我隔天如果吃兩倍的B群 跟兩倍的維他命C咧 因為他現在還年輕 那一般基本上如果說 而且他用著天真無邪的 小容問你啊 這褲子是兩倍 對啊 沒有底下還有多一倍喔 你現在還年輕 等到到姊姊這種年紀的時候 你會發現啊 就是你吃的B群 或是維生素C 其實你的吸收率也相對 沒這麼好 而且呢 尤其現在很多國人 其實蔬菜水果也吃不夠 所以我們本來體內就缺B群 所以我覺得 那個不是正常的補充方式 你應該要把你原本 壞的把它戒掉 然後你可能不夠 或是壓力大的時候 你才適度的補充保健食品 這樣才是對的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ribaders satan 小鈴鐺 九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